开学不久,班上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老师的桌上满是同学们的报告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老师决定要制定班级的规则 大家都同意这个主意 在班长小会的主持下 大家讨论了九条规则 例如走廊要慢慢走和上课时要认真不聊天 我负责记录这些规则 发现同学们非常热情地参与 下午,教室里出现了一张大的班级公约海报 提醒大家遵守这些约定 不过,看到有的同学担心遵守规则 这让我感到有些紧张 虽然上课认真不聊天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因为我旁边的好朋友阿福让我想说话 但我会努力做到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行为 让班级变得更好